第四位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叫其他小姐女女好辣 醫師好辣 民眾對於急診醫師不陌生 卻不懂得他們的專業 今天就讓急診醫師們 來大吐苦水吧 看看他們在工作時 會有哪些誇張事蹟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最近這個急診醫師 是吵得沸沸揚揚 不是一票出走 這個急診醫師在我們印象當中 他到底有多重要呢 尤其一些民眾根本 搞不清楚怎麼一回事 今天大家要了解一下 守在醫療最前線的急診醫師 到底有多重要 就是我們對急診醫師感覺 好像是學校的醫師 畢業之後必要的過程 要去急診室待一下 可能去實習一下這樣 去見見市面 對 可能到離島去服務 這好像是必要加分的過程 結果不是 急診真的急診你的專科醫師 急診是專科 是啊 急診不是所有的醫生 都是偶爾去一下去聞 去聞一下 什麼職日啊 職班醫師啊 或菜鳥啊 或者說必要的話 要加分體過去一下 對 急診成立專科已經20年 是 可是為什麼我們一直 對急診醫師的感覺好像 我剛買20不好意思 感覺好像就是要 他過個水這樣子 瓜哥其實因為人不夠 所以你不是每家醫院都是急診專科醫師 在急診最前線 對 所以我們今天帶觀眾了解一下 來 我們看看今天的主題 急診專科要幹嘛呢 他們到底會什麼呢 三十多年前 我開始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各位一定想不到 就是我在看急診 對 尤其是晚上更恐怖 晚上住院醫師在睡覺 我們去看內科急診 起初連廚房都不太會開 剩菜膠啊 菜膠 實習醫師剛剛七年級啊 就開始開藥起來了 最好就是看一些感冒比較簡單 不然其他怎麼會看呢 那如果感冒那些小病就 但是說師傅不一定對喔 搞不好我們看錯了也不一定喔 就當作感冒給人家回家了 早上住院醫師起來蓋章 晚上蓋 哇 你好厲害 看了三十多位啊 我們整晚都沒睡 三十多個都是感冒 對 那他肚子什麼都有啦 那當然 如果困難了會把他叫起來 可是那住院醫師你以為都自身喔 不好意思說他也是菜鳥 第一年住院醫師 可是菜鳥就可以在裡面睡覺了 對 所以想當然是太恐怖了 那等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我們婦產科我們在那個 當時是第一年是去產房 所以產房等於還是看急診喔 是產科的急診喔 那第二年呢幹嘛你知道 就到婦科急診去了 那平常不在那裡 有事就叫我們去啊 內外科看到有問題就叫我們 肚子痛了 這個女生叫婦產科來 他們叫我們來 他們什麼事都沒做 結果就差不多 連咽個尿也沒有咽孕什麼 都把我們叫去的 說會不會骨盆腔花也什麼 所以保仁兄搞不好都碰過說 氣死人 肚子痛不好就把我們叫來 整晚都被你叫來 只要女生就把我們叫來 只要是女生 就把我們叫來 感覺不錯 你感覺不錯 整晚沒有睡氣死了 那當年呢 那個 當然外界批評啊 說為什麼這麼菜的醫生 後來就改成什麼 第三年第四年 就是住院醫師的第三年 第三年我們叫 資深住院醫師 看急診 那實際上第四年呢 是老大 他是總醫師 他還是躲在後面 當然後來我總醫師的時候 我也一樣就變第二線嘛 那第一線的是第三年的 在那邊看急診 那大家已經覺得好像不錯了 可是現在看現在怎麼樣 專科醫師在那裡 我感覺急診醫師有點像 很急的嘉醫科 就是什麼嘉醫科 不是什麼通通都懂一些嗎 那他們可能還 對可能 可是他是非常急的 非常 應變能力要更強 強很多的 那我想起 說個笑話給各位聽 這是真實故事 我當實際是在內科的時候 那個外科的那個住院醫師 因為他住院醫師第一年都在練 盲長眼你知道嗎 盲長眼 那他就是你們剛剛說的 他就是派下來輪到這個月在急診 的那個 直日生這樣 直日生 外科的急診就是他 他全包 他晚上他跟我說 小弟啊 小老弟啊 那個 你那個肚子痛的 只要右邊痛的 要用力按 按到他 像盲長眼為止 轉給我 按到像盲長眼為止 誰有痛也被他按到頭 真的假的 我說你太搞笑了吧 所以那個年代的人都有盲長眼 都是被按出來 各位知道 當年的盲長眼診斷率多好 日本的專家 日本的老教授也說 只要 就是說 我來診斷也不會更高明 所以就是說 因為你如果診斷率很高 表示你常常都等到破掉才診斷不好 那診斷率更低的 表示說你都亂開 那當然既然可以忍受到 20%到25% 現在呢 為什麼 因為儀器的進步 很多當年都是用徒手 少復診的 那所以你想想看 現在的那個 病人比以前幸福多少 那我再講個例子就是說 你知道台灣有一個叫疫改會嗎 醫療改革基金會 聽過 聽過嗎 這個當初創會的靈魂人物之一 是某一個大學的教授 是我的朋友 那他就跟我說 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創立這個會 他後來擔任董事長 然後投入很多心力 當年他懷孕的時候 到台北某一個大醫院 也是一個醫學中心 但是當時就是 值班的醫師跟組織醫師 都在開一個破腹產 緊急的到 那居然沒有人可以來看他 那護理師先看看 他肚子痛 有點出血 就報告一下 他們說 大概安胎吧 大概是早產的跡象 因為懷孕到可能 可能是七八個月 八九個月 就安了 估計可能是不是一個小時左右 因為他們到開完出來一看 哇 那後來他很氣 創立這個基金會 他當時也問我的意見 我說 護理師 其實他當然沒有這個能耐 去診斷這個 但回頭想 如果當年有急診醫師 我想他們一看 因為那個特色就是 所以他們會有這個姿勢說 不對 這個硬是不停的 這不是一陣一陣的 然後 如果放在胎兒監視器發現 它不是一陣的公縮 它是一直都是那麼硬 那子宮的張力很大 他們可能就會說 叫護神的快點下來 再派一個人出來 一定要想辦法 不然主持人先下來看 可能就說 這個快點緊急開刀 可能就救了一條命 舉個簡單的例子 社會在進步 住院有專攻 其實沒有一個專格是可以被取代的 40年前 不要說是剛剛鄭教授講的 實習醫師住院醫師在輪著看 40年前一個主持人 平常報氣象 7月報球師杯 10月報國慶王 對 不是可以講什麼 主持人什麼節目都可以主持 可是現在如果讓瓜哥去報NBA 我相信大家可能 會不會啊 不會啊 社會在進步之後 每個專業 就有他的一個專業形成 所以 我可以用幾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講 急診專科和一般的內科外科 是有什麼差異 那我記得在20年前 那時候我還是住院醫師 那個時候台灣沒有急診專科 我記得很清楚一個老伯伯 七十幾歲 騎腳踏車去市場買菜 就跌倒 進來之後 哎呀痛了 為什麼 水漸血 檢上護士看完 這骨折當然是到外科急診去 外科醫師看完之後 這個骨折當然要先固定 照S光片 S光片照好之後 確定就是骨折怎麼辦 找骨科 骨科醫師看完之後 這個要開刀 同不同意啊 同意開刀 簽手試 簽同意書 進入書前準備 在進手試之前 他要做個心電圖 心電圖做完之後 護士又發現 奇怪這個骨折的心跳 好像有點怪 可是也說不出 護士當然不太會看嘛 好像有點怪 可是也說不出哪裡怪 所以這個護士呢 就把這個心電圖拿給 在內科的意思去看 說請內科醫師幫忙看一下 說這個寶貝要開刀了 到底有沒有問題 結果內科醫師看完之後 發現它是一個最嚴重的 心臟傳導主射 所以其實寶貝他不是跌倒 他是昏倒 寶貝是 因為他那個 我們叫三度的心臟傳導主射 所以他有時候 如果真的跳得非常不規律的時候呢 他就突然間腦的血流不夠 就昏倒了 所以昏倒了之後 寶貝就骨折了 骨折之後 然後他又後來慢慢慢慢恢復 伯伯就醒過來 醒過來他也沒有講心臟痛 也沒有講胸口不舒服 也沒有講過氣喘 就是昏倒 所以這個我們就講 一般講的幾種陷阱 所以這個就是在以前 如果外科醫師 如果他的著眼點在看一個病患 我知道他是外傷病人 他把他重點 所有都擺在外傷的處置的話 像這種個案 就會產生非常非常遺憾的後果 是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現在已經改變了 今天一個病患進來 他不管是外傷 還不是外傷 急診科醫的角度 他在一個全面的思考 今天重視你是外傷 你的病神清楚告訴我 你跌倒骨折 可是他要去想 你為什麼跌倒了 到底是你真的不小心跌倒 還是你身體不舒服 還是你的雙腳無力 站不穩跌倒 還是有什麼其他原因 這個就我們所謂的急診專科醫 是訓練 就是在一個你看是很簡單的一個表現 但他背後會隱藏非常非常不同的原因 真的 這個急診科醫師這是他的專業 那時候我媽媽她到最後癌末的時候 其實很常進出急診室 我們最高紀錄室在裡面住了十幾天 超過半個月這樣子 那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媽媽肚子脹得非常的大 她那時候是乳癌已經轉移到肝臟 所以醫生很害怕她是不是肥肌水 那個腹肌水或是幹嘛的 那就照了很多的這個檢查 超音波幹嘛 發現說奇怪沒有腹水 可是為什麼會腫脹得這麼大 她說是肝臟的腫瘤 是不是有什麼樣奇怪的變化 那中間還經歷了這個抽血的觀察 發現說血液還有一些些感染 那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沒有床位 所以我們就在那個急診室 大概十多天嘛 一開始是一個比較資深的醫師 他在做診斷 所以他考量得非常的周全 結果最後有一天很好玩 是一個很菜很菜的術院醫師 他就說那不然我幫你看一下好了 他說會不會有可能是你的腸脹器 然後就這樣子敲一敲 然後說那不然你吃吃看那個Gascon 就是排那個腸胃脹器的藥 一吃吃八顆之後 我媽放一皮就沒事了 有些疾病它或許不是那麼少見 可是它是以非常不典型的症狀來表現 很像我印象中有一個老頭 深冬即溪對不對 有一個老先生 他是一個長期臥床 非常非常虛弱的老先生 他就是因為長期臥床 所以常常便秘 所以家人常常就三不五十 把他帶到診施室來說 醫生他因為大便解不出來 大便阻塞 確實來幾次前面的紀錄都是大便阻塞 然後通腸然後挖大便 就病患症狀就改善就回去了 有一次在我上班的時候 他同樣被他的家族帶來 因為老先生不太會講 那我家族講完之後 我就參考他以前的就醫的紀錄 確實是症狀表現都很像 那時候我幫他做了肛診 做了直診 就摸一下果然在直腸末端 很多的硬的便 所以卡在直腸末端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給他清掉一些之後 再請護士幫他灌個腸 可是灌腸的時候 要灌完之後 老先生在床上 在用便分解便的時候 我就發現其實老先生看起來不太對 表現痛苦 接下來就開始冒了汗 這個就不太像是大便去塞住症狀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馬上 我就把請我的住院醫師 把超音波快點推過來之後 老先生還在便分在下面的解便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馬上去把老先生 先做個腹部超音波看一下 哇 主動脈磨破裂 所以老先生或許他本來就有主動脈瘤 或許在這次因為他灌腸 或是解便用力的時候 這個主動脈磨破裂了 所以總之他的冒倒汗冒冷汗表情痛苦 就不是大便塞住 今天這種像這種我們就所謂的陷阱 今天急診醫師他的訓練背景 就是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一個病情轉變的時候 找陷阱 對 他去我們常講是這樣 我們叫拆炸彈 就地雷很多 埋了什麼都不知道 急診科技的訓練 就是這麼多地雷裡面 到底哪個會爆 你要把它找出來 沒錯 我舉幾個例子 我們看了很多 他是腦出血 車禍 聽起來沒什麼特別 可是我們查 覺得他的出血看起來怪怪的 不像是外力造成的 就仔細再評估 其實他是 中風之後 中風之後 肢體不平衡了 車子就裝電腱桿了 我們也看過 一來就癫痫發作 癫痫發作很明確 他就找腦神經科 不是喔 癫痫發作還有很多 但要代謝性問題 一查他根本就 只要一打一針 葡萄糖高濃度 一打馬上就好了 什麼癫痫也沒有了 所以這就是 跨專科的專業 我舉 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遇到了一個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他是在中目睽睽 在跟朋友 細細鬧就倒下來 他倒下19到的時候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 開始CPR 所以他是一邊急救 一邊OEU 就從來急診室 另外一個 我們一邊急救的時候 還要做超驗波 做一些抽血等等的評估 超驗波一看 心臟旁邊怎麼有水 而且水量還不少 這時候就要問 因為他沒有什麼感染 還是外傷 還是什麼結核病 這些都有可能 可是仔細一問 我們在問的時候 朋友跟教授還問 醫生你趕快急救 還問這些 不問還不行 他問了之後發現 他五天前跟人家打架 他被人家拿了一個鐵筷子 現在鐵筷子 其實他是鈍鈍的 他就往胸口一戳 我們來的時候仔細這樣看 真的那裡有一個小紅點 當時也沒有刺穿 所以有點黑青 紅紅 他一點痛痛 他也不以為意 這五天來也看起來 都作息正常 也沒什麼特別 五天後突然倒下 我們一聽到這個線索 我們就很警覺 超音波一看 這個又有這個 很像血水 其實他就是一個叫做 本來心臟旁邊的包膜 裡面一點點润滑液 當他受到外力 他可能會出血 出血一點點血 沒有影響心臟的波動 可當血越來越多 他得把心臟掐住了 這時候我們如果有這樣敏感性跟技術 馬上就用個針頭 緊急的時候 就超音波下 直接放到這個包膜裡面 把血水抽掉 這個大概抽了幾十CC 他心臟就會開始活動 就是抽這個東西不是太難 可是要有這樣的判斷力 而且它可以讓你 就的時間不超過五分鐘 這樣就不難 找出原因難 真的 找出原因難 這個我先表達一下 我個人對急診醫師的經驗 有如滔滔江水 那不是因為的很多 醫師你坐過來 你坐過來 醫師一起來好了 只有台灣都是重嗎 你們都是重 兩位都是重 我的位置也亮出來了 為什麼婦產科醫師都這麼會講話 你們怎麼那麼發你 真的我要講 因為我剛好在那個江群的時 就是在轉變的時代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 我也當過六年級 六年級去 甚至七年級實習醫師的時候 我去外科急診 我人生第一個縫頭皮 就是我實習醫師外放的時候 但那個年代沒有很好的管理 其實在急診管理 這幾年越來越上軌道 曾經有一段時間 急診很多人搶著去 除了因為他們訓練很好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去急診科很有成就感 是 就剛剛講那幾個故事 人就救回來 你看多有成就感 電視都演這個 對不對 對 電視很少演 一個社產科看完運動員 很有成就感 好 第二個 機身 機身有 但是其實 但多數的時間 我們看是一般的病比較多 第二個 急診科有一個好處 他們是Duty制 Duty制就是說 今天是這個時間點 雖然很累 但他時間到 他其實是 就走人 也不會特別在call他 除了他們有些管理行政的職 第三個 急診科有一個最大好處 換工作方便 然後急診的團隊之後 他們現在的內容其實 流程弄得很順 所以其實到哪個地方去 職業其實都可以 我自己沒有走急診的 很重要的因素是 急診 他沒有辦法拒絕病人 也就是說 我不能說我門診看不完 我關起來 關門放口不行 你怎麼樣人多你還是要看 第二個呢 急診不能說 我不會處理 其實心理不會處理 他還是要給他信心 我能處理 其實要緊急處理 對 更重要的是 急診沒有辦法病情分類 什麼叫病情分類 就是說 像我婦產科 我就知道我走進來 是只看我婦產科 急診科你怎麼 進來每個都覺得他很急 我們婦產科其實是 最常被照會的科之一 為什麼 只要有女生 肚子痛就會找我們 那以前我們都知道啊 如果這個人 某個急診科醫師值班 我就知道今天晚上好睡 什麼叫好睡呢 沒事不會叫我們 叫我們通常都有事 也就是說 找我們大概就是我們科的事 那比如說骨盆腔發炎 這種的確要我們出手的 他會轉給我們 那比較像盲腸炎 比如說一個肚子痛 光一個盲腸炎 膀胱發炎 或者是疏然管的相關問題 其實都不太一樣 找到科不太一樣 像好的急診科醫師 他在前面訓練 就會把它篩檢完 他會優先找某一科 我曾經有一科 一個是他上來 半夜說肚子痛 女生 好好好 半夜2點 那想說懶得計較 就送過來 結果是怎樣 我一問病人 我胃痛 我說婦產科 我說婦產科 骨盆肚臍一下算我的 胃為什麼還要找我呢 他說我也不知道 我跟他講我肚子痛 而且我一直跟他講 胃痛我為什麼要找婦產科 對方急診科就一直說 這是原罪吧 沒有 不過我剛剛跟吳主任在討論 其實我後來發現 因為急診科的訓練 其實大家都就好像人才 廚師 大家都喜歡用米其林廚師 但是沒有那麼多廚師的時候 各個醫院在膨脹的時候 他有需求 就像我們醫院的急診科 其實當初都面臨過 在幾年前有一批急診 因為醫療暴力的問題 因為他們loading的問題 其實有一批出走槽 那出走去兩個地方 一個呢就是去開業 當一般的家庭醫學科 另外一個去做醫美科 有一票人跑去做醫美科 那時候其實就缺人 缺人就跟這次長痕系統是一樣的 我們其他科就去支援 大概大內科大外科就去支援 其實支援的時候 態度就不太一樣 就我跟他講 他心臟內科 他對這個像心臟病 他就很認真看 其他他不太熟 他就扔給別人看 所以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 很感謝現在的好東西 現在急診如果一進去 他很快幫你分類完 其實這個是受過好的訓練 有一點點 但你幫你拉肚子的也去了 睡不著也去了 就是之前也是 那個甄莉姐的女兒來我家 也是睡覺半夜睡覺睡不著 然後冒冷汗 然後我想說人家家的小孩來我家 然後我要照顧他 我想說他怎麼 他就說沒有我肚子好痛 我說是不是腸胃炎 是不是有一陣一陣的痛 他說好像是 然後就沒辦法睡 然後冒冷汗 我急得要死 然後真的馬上開車 帶他去半夜急診 然後我也是一直跟醫生講說 他肚子很痛 然後他可能有一陣一陣 他是不是腸胃炎 我自己緊張得要命 然後一直在跟醫生講 醫生說你冷靜一點 一個冷靜一點 然後就是帶他去照X光 然後就問他一些基本的東西 然後看到有沒有發燒 什麼體溫怎樣 結果最後就是跟我講了 這就是滿柱子大便 他已經好幾天沒戒 他已經好幾天沒戒大便 對 然後就是晚個長他就好了 急診科我個人覺得 他很重要是讓病人安全 活著離開這個地方 到他該去的地方 這個地方 比如說他需要外科系的手術 大概他們多數沒辦法 他會找適當的外科來 但是他找 他很像幫你帶 GPS幫你帶入 你自己如果某一個症狀 你自己去找 你搞不好找三四個科 他可能一下就可以找 幫你整 對 就像我們之前 他們在診斷盲腸炎 其實盲腸炎 急診科最後一看 因為他們最後去follow 就知道這樣症狀是什麼科 可是在以前我們醫院裡面 就面臨這種爭子 因為外科 外科醫師人越來越少 我們婦產科那時候 比他們多一點點 他們剩三個 我們剩五個 然後呢 於是外科醫師說 我們值班很累 所以只要是女生 肚子痛 即使 都是婦產科 即使是懷疑麻麻煙 婦產科要先看 我們那時候吵很久 因為有時候 一眼看就知道是忙 那如果是六歲的小孩子 六歲女孩子 也是招 也是 對 那時候外科他有他的堅持 因為他們在診斷流程上 必須要先排除婦產科的疾病 對 他不一定骨盆腸發炎 但卵巢也有卵巢扭轉的可能性 對 會 所以他們外科那時候就很硬 我們後來其實常常在吵架 那急診科其實就很難幹 但是我欣賞有幾個 有GOT的急診科 因為他後來就說 這明明就忙很嚴重 不要煩婦產科 你直接外科來看 就把他開掉 對啊 這是他們的人耐所在 記得我印象很深刻 在我在張住院醫師第一個月的時候 一個病人來就沒有呼吸心跳 車禍完了 然後急診是一個團隊 所以當時那時候 第一個月我是嚇傻了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做 那護理師就說你 他有沒有可能是張立信氣胸 要不要趕快幫他放兩側的胸管 一樣就是像剛剛那個 吳主任他講的說就是 像心臟裡面有血液 如果在肺的外面有空氣跑進去 這也是九死醫生的情況 這是要趕快用針把他的 兩邊過多的空氣把它抽掉 其實急診是一個 團隊感很強烈的地方 我們沒有所謂的名醫 但是這個團隊會 大家就是每個人 互相貢獻自己的知識 然後去幫病人找一個 最好的一個結果 那其實急診科醫師 還要匯很多東西 就包含他們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像之前有一個50歲的 看起來就很有氣魄的一個人 就站在門口 半夜兩三點 突然腰很痛 就整個一直扶著腰 然後一直走進來這樣 然後通常看到這種病人 最有可能的一種疾病就是 腎結石 就是說 輸尿管裡面有結石卡住了 造成他半夜突然很痠痛 然後會這樣冒冷汗 來到急診室 急診專科的住院醫師 他就先去看 那這樣的病人 我們就幫他流尿 然後幫他照X光片 幫他做一些止痛的檢查 那他這樣做完以後呢 這時候其他的主治醫師經過 然後只看到這個人打個照面 然後突然呢這個主治醫師呢 就把這個50歲這個病患呢 帶到超音波室裡面 其實有點像剛剛那個 賈衛副院長他講的就是 他會幫他做超音波 結果這個人呢 也一樣是主動脈瘤玻璃 好 那到底為什麼這個主治醫師 他看的東西會跟這個住院醫師 平常之前看的東西不一樣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這是結石嘛 其實閉上眼睛大概八成都是結石 但是為什麼這個主治醫師 會特別去看這個人呢 就是因為這個主治醫師平常有看 社會版的習慣 他就說他 這個就是十大槍擊要犯 還是什麼黑道的老大之類的 所以他看一眼就說 不行 我一定要好好幫他檢查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檢查出來 這不是一個人的心理 因為說自己自己生命感覺 我們整個急診室都會生命的 好